顏寬很安樂 跟柯文哲同臺免黨紀 朱立倫說什麼 沒有問題啊 鄭南宮代表他的父親 顏親標接待 全台灣都可以參拜媽祖 未來還是為了努力團結 白色跟其他非綠的朋友 宮廟都要政黨化 不是我們董事不能來 我們有了你知道嗎 你們以後要進去廟拜拜 要不要看一下黨政 這是很奇怪啦 就是說今天國民黨把這個規矩 訂到那個的嚴格 其實一開始 昨天中央會開的時候 我們本來以為就是說 他嚴禁幫他黨人士站台 這個其實以前過去都有啦 國民黨內其實那時候只有開 我印象中記憶中的有開先例 就是那個吳青池 因為他們好心意去參加親民黨 他爸爸是國民黨的 那時候有開放 因為父子親情你很難切割 所以那一塊沒有什麼處分的問題 所以你說如果今天兩黨都在競選 在競爭 你說我不准我自己的黨內人 去幫人家站台 我覺得就正常的主體性可以理解 那可是連別人來幫我站台 我都要處分 這件事你怎麼想都覺得不太對 你知道嗎 就是說我如果就選舉的人來講 我當然希望選票極大 侯友要多 對嘛 問題是柯文哲跟侯友一下人 怎麼輸贏的呢 不是那就很簡單嘛 今天的這個話其實講白了 就是說朱立倫講的那個叫做什麼 菲律大聯盟 什麼什麼要換民進黨 大家要團結 那是假話嘛 因為你根本也不容許他有施行 那件事情在羅志強提要被人家處分的時候 就已經很清楚知道 他是在騙的你知道嗎 他只在騙那一些人相信說朱立倫 國民黨有一個心說要把大家集合 團結在一起 但沒有嘛 所以當他把那個條款定起來之後 第一個今天被考驗到的就是這件事 那你說他有沒有互相站在那邊 顏寬河就直接跟你講說 我就是宮廟的活動 你要什麼樣叫做叫做站台 什麼樣叫做接近 所以不是在挑戰黨紀就對了 我覺得他沒有要挑戰黨紀 我就說真的 你後面就沒有宮廟 大家都買去嘛 要大家先黨政拿掉的幕 進去跟神主派這樣 就很荒謬嘛 那國民黨一定也知道 因為講實話 所以以後吃飯巧遇啊 像那個許怎麼華 張秀樺 張秀樺 知道柯文哲要去嘛 張秀樺就叫李長去那吃飯 那幾場就是柯文哲叫張秀樺的人而已 吃到一半說 我就問他講這隻餐廳而已 說這麼多 說李長你又來喔 這裡都李長啦 不然大家結會好啦 大家結會 結果這裡李長來是因為張秀樺叫來嘛 說他要請客嘛對不對 對 啊所以無到無到 看起來就是幾道的 傳播都是這樣 都一樣人 你不是每個招呼就走 坐這位呢 坐這位又PO臉書呢 你一定說今天都來聽柯文哲 這都不是這樣的嘛 國民黨怎麼無到今天這個顏寬人 這個場合其實很好解讀的啦 顏寬人當然可以去到那裡 說因為我們爸現在去泰國 我代表我們爸來幫你提議一下 要照一拜沒關係 接受訪問的時候 顏寬人又站在那裡 這就沒問題了嘛 一般政黨是這樣啦 市長在訪問的時候 如果不一樣的都快跑了啦 哪有可能站在那邊 做人行立牌 所以這就是沒漸漸 這就沒漸漸 當然顏寬人不跟在市場柯文哲嘛 因為這個柯文哲就帶蔡壁爐 帶台中的海山海海 他跟第一山谷大家說還不算大家 顏寬人你是第二山谷 接受蔡壁爐海海的說 我來蓋 給你散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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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不然又散熱 散熱 還不然又過一旁 又嚇什麼人散 我怪顏寬人乖乖乖乖站在那邊啊 對 因為上次帶吳欣寬人去派一爪嘛 吳欣寬人去申敵館派後 派去中二選區去派原款兩派後 現在又帶蔡壁爐嘛 他就固定一段時間 現在又一段又有求成員嘛 都會帶在逛逛逛逛逛 所以大家看到柯文哲來趕快拜喔 道拜喔 因為國民黨那些柯寬人實在 很怕柯文哲再給他 在那提名另外一個立委候選人 如果遇到 活動遇到就看緣分嘛 等於跟這個俗華協的 這個破手找不得啊 我覺得民眾黨的情緒勒索 真的對國民黨來說很有效 這些小雞當然怕 生命得要自己找到出路 所以大家都希望說 你不要在我這一區民眾黨 不要來提名 然後所以你看游淑慧都已經被 被黨這樣子清楚的規範 那就看緣分 那看緣分有沒有可能 還是可以跟柯文哲碰到面 一定一定會碰面 他們一定會碰面 因為全臺灣最會巧遇的就是柯文哲 他們家人也超會柯媽 超會巧遇 顏寬恆是累犯啊 他上一次在這個中二補選 中二是補選那一次 然後不是也巧遇了柯媽嗎 不但巧遇在餐廳裡面 而且還要合照 合照的時候還要比起大摩 說這個顏寬人很高異 對啊 就是這些都是巧遇 所以我就算我不巧遇柯文哲 我巧遇柯媽媽 我巧遇一下學姐 那難怪議員之說 施行細則要寫清楚 柯爸柯媽 柯爸柯媽去幫 柯文哲及其家屬 可不可以 柯爸柯媽遇到柯淑會 說柯淑會這個不錯 按照我們現在規定是可以的 我們現在是禁止參選人 就是說只要他對方不是參選人 就不是立委參選人或總統參選人的話都可以 這樣怎麼兼斃親耶 柯媽又沒有要選 所以是ok的 所以這件事情其實會影響藍營 泛藍營的支持者混淆說 糟糕我母雞要投誰 這樣子是不是侯友宜就被放生了 你看都已經巧遇柯文哲了 所以比較大的母雞 所以這就回到 所以回到我剛剛講的 就朱立倫難道真的只有被打嗎 他真的只是出錢籌錢的那個老闆嗎 沒有他手上是有武器的 就是他的確有辦法可以透過提名的方式 然後透過黨紀處理的方式來牽制侯友宜 就是你這隻母雞要不要有存在感 要不要有重量感 對於藍營的選民來說 這件事情其實我朱立倫 其實是有決定權的 所以那裡都亂完 這個立委提名之亂其實很棘手 而且你看他開這個門很有趣 因為剛剛提到柯媽媽的狀況 大概幾個場合 我都遇過柯媽媽你知道嗎 柯媽媽到任何場合上台去之後 除了跟這個參選人 就講說加油之外 其實接下來大概如果講十分鐘 有八分鐘會講柯文哲 那我問你這個時候你要不要 要不要處分這個人 你可能沒要選 他來但是他才說 我們問題怎麼辦 你現在參選人怎麼辦 所以我覺得他當然就實務面來講 國民黨希望搞得一個好像說 你看我都在挺侯友宜 但是光昨天那個顏寬恒那件事情 你就看得出來 這個有太多執行上面的這個困難 我真的必須講 朱立倫做一個黨主席 他絕對要看的不是只有侯友宜 雖然你要選總統 比如說你剛才說的 你立委你這邊你要告嗎 你補分区要告嗎 朱立倫為什麼現在要出來講說 我才是總教練 因為很簡單 因為今天我還有不分區的提名權 難道我要全部讓給你嗎 你跟我講說因為選戰很重要 所以你也有意見 我朱立倫到底要幹嘛 那是我唯一的武器了 所以我認為如果就高度上面來看 朱立倫不管他是老闆還是總教練 還是什麼東西 他最少是一個國民黨黨主席 他在這個立場上面 你叫他真正嚴格去執行說 我光講宮廟這件事 哪一個參選人不拜廟的你告訴我 不是現在說難聽一點 這一場選舉裡面對朱立倫來說 立委才是決戰點 還有國民黨的那個不分區的政黨票 因為這個其實會影響到你黨主席 他現在一刀切了 他現在總統切給金小道跟侯友宜 而且外界其實早就已經認為說侯友宜的問題 不是在金普聰有沒有來 是產品本身就是一個問題 那朱立倫總會不知道 他當然也知道就是說 這件事人家一定會罵他 可是我已經把他推出來 所以你再回來看朱立倫 其實真的很聰明你知道嗎 那時候被郭台銘誤解的那一句話說 侯友宜上來我什麼都沒有那一句 其實你真的反過來講說 那現在既然外界已經認為說 連國民黨也都覺得說 你今天金普聰上來 不見得你一定拉抬到侯友宜的原因 是因為侯友宜不是馬英九 那朱立倫現在所有的邏輯跟所有的想法 我覺得完全符合正常的一般人 對於政治上的認知跟判斷 ioni真的很好 我愛這個我愛今天的 電腦